记者吴婉婷台北报道,国产恐怖片纵邪将百年丧葬仪式宋肉总颁上大荧幕,女主角夏于乔乔战惊悚演技吃足苦头。 片中她有不少又哭又喊,几乎崩溃的演出,每次拍摄完都会让她全身激进瘫软,另外,由于宋肉总仪式会在海边取景, 一场她在海边里流满面低戏,更是得抢忍低温,双脚浸在不到八度的冰水里拍摄,让她直呼身心饱受煎熬,近乎崩溃。 竹戏里上演恐怖情节,演员在戏外也频碰离奇状况,当时在下榻的饭店里,邹成恩曾稳住在隔壁房的下雨桥,拍完夜戏体力怎么还那么好? 每天都听到奶的跑步声,结果下雨桥却表示她每天回房到头就睡, 诡异的跑步声让两人吓得不敢再聊下去,邹成恩只好安慰自己应该是听错了纵协游多次入围金钟奖, 曾指导悬疑恐怖类型电视剧积木之家的导演廖士涵指导,故事叙述在电视台工作, 兼差拍特殊风俗仪式影片的家围。 邹成恩是,为筹措结婚基金,决定拍摄神秘的送肉粽仪式, 打算一举冲高流浪数赚进广告费,没想到却在过程中误触紧迹, 还把心爱的女友淑仪先连进来,该片8月31日在台上映, 自由电子曝关新年,自杀不能解决问题, 勇敢求救并非弱者,社会处处有温暖,一定能度过难关。 纵邪由邹成恩和夏宇乔丹恩主演。 画影提供,夏宇乔拍摄恐怖片纵邪,身心都饱受煎熬。 画影提供。